一个有气质的女同志 大晚上堵在家属院门口 嘴里说不见到汤市长就不走 真要是让她等一夜 明天会有什么样难听的话传出去 门卫都替汤市长发愁 那我们就要请派出所过来了 同志请您体谅我们的工作 门卫也沉下了脸 季雅如果等一夜都不走 汤市长固然要被人猜测笑话 她的工作也很实质 离家属院不到一千米的地方 就是街道派出所 她认为可以让这位女同志去派出所等待 听说去派出所 季雅一点都不怕 她本来就不是普通小老百姓 这种话只能吓一下没见识的人 我可以去派出所 但我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自己都不敢保证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这话把门卫说得有点犹豫 不行 还是把它扣在门卫是吧 然后通知汤市长的秘书 或者司机来处理 万一他去了派出所 反而乱说 这件事就杀不了车了 门卫马上换了个语气 同志 您不说明自己的身份 没有汤市长家的电话 也没有预约 这时候一定要进去是不可能的 您看这天也下雨了 要不您到屋里坐一会儿 我再给您联系人 季雅看了她一眼 你说我姓季 她一定会见我 不要添油加醋 不要自作聪明 让什么秘书来处理 这样的女人 哪怕气质高贵如女王 门卫都想掐死她 这时候 周成开车送下小兰回来 染人今天在外一整天 晚饭也是在外面吃的 这都十点了 再不把小兰往回送 她未来老丈人那里实在不好过关 车子快开到了 夏小兰轻轻拍了拍她手 你看门口那人 是不是季雅 周成眼睛好 看人还会电刃特征 道 是她 夏小兰哼了一声 我就知道季雅不会那么简单放弃 不过她这时候跑来找汤叔 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算是对汤叔低头了呀 周成好奇 你怎么知道她是来找汤市长的 万一是来找你的呢 不可能 找我的人不会来市政府家属院 我可不一定一直住这里 徐长乐都知道要去公司找我 启航的电话很好查到 去公司找不到我 自然也会有别人通知我 反过来 市长家的私人座机号码 就不可能随便问到了 季雅明显被门卫拦住了 夏小兰皱眉 这女人永远是这样自私 明明是求人 都能被季雅搞成是威胁 大晚上的跑来家属院 不管老汤出不出来 都不太好啊 进去吧 我们回去说一声 见不见让汤叔自己决定 周成把车子往里面开 夏小兰把车窗摇下 黄大叔 这位女士我认识 您可以让她在门卫室等一会儿吗 这天气说变就变 又是风又是雨的 多冷呀 给她倒一杯热水吧 哎呀 是小夏 汤市长的闺女 门卫听下小兰给了办法 高兴极了 这才是懂礼貌的年轻女孩子 这位女同志年纪更大 还不如人家小姑娘呢 季雅吃笑 夏小兰 我还用不着你可怜我 夏小兰无语 你想多了 我没有精力可怜你 你给别人造成了麻烦 你自己毫无知觉吗 算了 我和你这样的人 没争论的必要 你等着吧 我会把消息带回家的 汤叔见不见你 我都会给你一个回复 周成把车开进院子 夏小兰在后视镜里 看季雅还站在原地 根本没接受她的建议 哎呀 这个女人真是一点都让她喜欢不起来 拉着周成赶紧上楼 这时间点 刘芬的电视剧追完了 老汤肯定全程陪着 也是想看看臭小子 几时会把他家水灵的小白菜送回来 要是在所里转动的声音响起 汤洪恩把视线转向门口 周成和小兰进来了 汤洪恩还没说话 夏小兰就挤眼睛 你们今天去哪里玩了 这么晚才回家 有话就好好说 姐妹弄眼的什么意思 夏小兰一噎 周成看了眼刘芬 道 汤叔叔是这样的 我和小兰回来的时候 碰见季雅女士在家属院门口 她嚷嚷着要见您 一直和门卫纠缠不休 汤洪恩眉头一皱 很快又松开 转头解释了一句 我并不知道她过来的事 前妻的纠缠 对汤洪恩来说并不值得骄傲 不是男人魅力的体现 是麻烦 她和季雅把什么话都说清楚了呀 刘芬点头 我知道 她应该是有事 夏小兰默默举手 我能发得言吗 我猜季女士过来找汤叔 还是为了银行贷款的事 如果她明天凑不够贷款 银行就要出面收走她的抵押物 Elegance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所拥有的渠道 全都不属于季女士了 汤洪恩问道 这件事 银行有违规操作吗 应该没有吧 起码还款这个程序没大问题 如果真有违规 那也是最初贷款给季雅的盛轩在违规操作 现在盛轩想纠正自己曾经的错误 把贷给季女士的款收回来 调动工作去外地 我认为 这是盛轩和季女士两人应该协商的事 夏小兰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来龙去脉 这事要说和夏小兰有关 也的确有点关系 但真正在逼季雅的人 无疑是盛轩 这就比较尴尬了 季雅是老汤的前妻 盛轩是老汤曾经的爱慕者 老汤真不想掺和进这件事里 刘芬捏了捏她的手 道 以她的脾气 会一直守在门口不走吧 强行把她赶走 也显得你不尽人情 不如去见见 听听她到底想说什么 去见季雅 汤洪恩看了看窗外 这个夜晚 多像她曾经在季家门口守着 只为想找季雅求证 儿子季江源是否已回国的情形呀 另一晚 也下着雨 雨势比现在还大 季雅说 她要是敢出现在江源面前 就把江源带回美国 让她一辈子都见不到 说完就当着她的面关上门 她的胃病还没做手术 再被这么一次击 直接昏在了季家门口 是司机小王发现了她 将她背上车 送到了医院 她现在 要用同样的态度 来报复季雅吗 老汤 老汤 刘芬叫了两声 汤洪恩才回神 有些女人的可怕不再长相 而是和她生活过的男人 想起她时 竟然全是负面情绪 不对 自己已经不是 节安一生的孤家寡人了 她现在的家庭非常幸福 见她就见她吧 不过现在很晚了 和她单独见面 我怕影响不好 麻烦你陪我去好不好 刘芬迟疑 她陪着去 季雅只怕会疯得更厉害 会以为是她在挑衅吧 刘芬实在没有处理 这种事的经验 汤洪恩笑她 怎么 你没胆子见她吗 放心 她要是撒泼 我肯定会保护好你 当然 阿芬你也要保护我 老汤有一项 别人学不来的本事 他说话总是一本正经的 哪怕是说情话 这种一本正经的狗粮 居然比那种肉麻兮兮的狗粮 更容易让人起鸡皮疙瘩 当着孩子们的面 这人脸皮咋这么厚呢 刘芬在这屋里 简直待不下去了 不敢去看女儿和未来女婿 是什么表情 她红着脸站起来 好 我陪你一起下楼 外面在下雨 又有风 多穿点免得感冒 那你也加一条围巾 这两人互相关心着下楼 夏小兰摊在沙发上 每到这种时候 我就觉得咱俩像透明的 周成笑着揽着她 亲了她嘴角一下 刘芸和汤叔感情好 你明明是最高兴的一个才对 不过 我真要向汤叔叔学一学夫妻相处之道 我很佩服她 佩服汤洪恩的心胸和投入 有人说半路夫妻是搭伙过日子 男女双方都不会再像第一段婚姻投入那么多了 该有的热情和冲动 在以前的婚姻里就被剿灭了 周成觉得不是这样 主观上想把日子过好 就不该有那么多防备和抗拒 像老汤和刘芬的关系 没结婚前一直是老汤很强硬 强硬的表白 追到玉南乡下过年 没有老汤的强硬 俩人绝对不能修成正果 在外人眼里 这俩人太不般配了 然而一旦结婚 老汤哪里还有半分强硬 夏小兰扑斥一笑 你还要向汤叔学什么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你比汤叔更强硬好不好 我那些黑历史都没把你吓跑 那时候我就想 你这人真是色胆包天呀 除了一张脸 夏小兰完全不懂 当时周成看上她什么了 当然 她也看上了周成的脸 和那股执着劲 夏小兰觉得这恋爱 是双方见色起义 直到现在 见色起义是不存在的 周成简直是一个 坐怀不乱的留下会 强硬的老汤同志 和刘芬并肩下楼 楼下的确挺冷的 她把刘芬的手握住 往门口走去 反正大晚上也没人会看见 直到走到门口了 刘芬自己不好意思 才费力把手抽回 汤市长 这位女同志 没事 老黄你能不能把门卫室 借给我们一会儿 让我招待下这个朋友 门卫都觉得好奇怪 是朋友的话 汤市长怎么会不请到家里做作 哪有在门卫室 招待朋友的 不过汤市长爱人也一起过来了 门卫看不懂这关系 很有眼色的把门卫室让了出来 季亚讥讽一笑 看得还真是紧 知道她来了 眼巴巴的跟下楼 就算当了这么久的市长夫人 也摆脱不了农村女人的小家子气 只有不自信的女人 才会这样警惕自己丈夫和前妻见面 就在家属院门口 她难道还能脱光勾引汤红恩不成 你不打算进来吗 汤红恩发问 季亚才走进了门卫室 细雨把她头发打湿了 一缕一缕贴在脸上 显得特别狼狈 当然 任何时候 季亚的背都会挺直 头发湿了 妆容花了 也只会为她增添一抹别样的魅力 你不用这样小心 季亚 是我叫阿芬跟着来的 说真的 你介不介意 想不想看到阿芬 我真的不太在乎 现在时间很晚了 我认为不适合在晚上单独和你见面 为了我好 也为了你好 不把话说清楚 季亚总会自作多情 汤红恩太了解对方的性格了 她现在只需要让她家阿芬有安全感 而不用管季亚的想法 季亚如果想要安全感 想要妥贴的照顾 不应该在她这里找存在感 这是她现任丈夫乔治应该给的 季亚顿时就被捅了一刀 换了她以前的脾气 这时候应该拿起桌上的杯子 把水泼到汤红恩脸上 现在她也很想这样做 是想到即将被收走的Elegance 季亚还是强忍住这样的冲动 再就再吧 无所谓 这件事她也应该听听 和她也息息相关 和阿芬息息相关 汤红恩也搞不懂了 季亚从包里拿出手帕 把脸上的雨水擦干净 她慢条思理的 汤红恩没有耐性 这鬼天气 这时间点 就适合和阿芬躺在被窝里 而不是在这儿看季亚故弄玄虚 你要是没事的话 季亚把手放下 悠悠到多点耐心 我要说的是很重要 汤红恩 我把儿子还给你 你觉得怎么样 都这个年纪了 想再生一个也不容易 何况也不符合政策吧 给别人养女儿 还养得喜不自禁 自己的儿子却不管吗 季亚就不信了 汤红恩能真的不管季江源 不想要亲儿子 男人对自己的血脉都很看重 谁不想要一个儿子 不是脱油瓶 还是亲生的 汤红恩皱眉 你什么意思 季亚笑了笑 大家好歹夫妻一场 我什么意思你会没听懂啊 汤红恩 我说把儿子还给你 让江源改回你的姓 从此以后就你去管他 我把抚养权还给你 把他还给你 季亚有十足的把握 汤红恩会动心 这不就是他一直想要做到的事吗 汤红恩已经完全懂了 你要把江源当作筹码 用他来交换 让我帮你度过这次银行 催贷的难关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这个意思吧 刘芬一脸诧异的看着季亚 孩子跟谁姓 孩子归谁养 还能像谈生意一样 用来交换吗 他紧张的看着汤红恩 老汤好像要气疯了 怎么办 季亚就瞧不上 刘芬那小家子模样 你有话就说 看他做什么 难道他允许你发言 你才敢说话吗 我知道你不乐意 江源要是把姓改了 你女人那个脱油瓶 就占不到汤红恩多少资源了 弯心之痛吧 季亚本来可以不说这话 他就是不想让刘芬太痛快 故意戳刘芬的心窝子 想把对方那老实温柔的面具戳穿 他没想到刘芬是真老实 更没想到刘芬以自己的女儿为傲 季江源改不改姓 汤红恩会把资源给谁 这重要吗 刘芬一点也没觉得可惜 如果季江源肯和汤红恩亲近 他只会为汤红恩高兴 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老汤面前装模作样的吹枕头风 让小兰能完全取代 汤红恩亲儿子的地位 是亲生的就是亲生的 难道叫老汤不管季江源吗 将心比心 老汤反过来这样做 刘芬也不能接受 刘芬真的不了解季亚 但他了解汤红恩 这个男人明显快欺诈了 是 老汤的氧气功夫好 就算生气 也不会轻易叫外人看出来 但刘芬这个枕边人能看出来啊 老汤带他下楼时怎么说的 要保护他 反过来也需要他的保护 老汤的身体 这两年生活规律了 好不容才养好一些 哪能这样受气 偏偏季亚看他红了脸 还以为是被说破了心思 季亚也没客气 继续道 行了 做人不要太贪心 本来就不属于你女儿的东西 窃据了这么久 也该还给江源了 刘芬脸红不是羞 他是愤怒 这让他一下站了起来 你住嘴 季亚恶然 你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 我又没有拿自己女儿交换利益 你真的太恶心了 你有没有问过你儿子的想法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还是一个超过二十岁的大人了 他不是你养的狗 今天高兴了逗逗他 给他一碗饭吃 明天不高兴 又一脚把他踹出家门 你这样的女人 不配当一个母亲 有许多人 想当母亲都没机会 可也有许多人 明明当了母亲 却一点都不珍惜这个身份 季亚简直不配当人母亲 就像夏大军 不配当小兰的父亲 刘芬忽然有种顿悟 这世上有那么多人 为什么是他和老汤走到了一起 这是怎样一种苦涩的缘分啊 他和老汤之前的爱人都太糟糕了 他和老汤 有这样相似的经历 刘芬忽然爆发 汤洪恩仗满胸腔的一口气 顿时就被戳破了 他只是哄阿芬的 没想到阿芬真跳出来保护他呀 他一个男同志 居然在靠老婆保护 哎呀 可怎么办呀 汤洪恩觉得心跳加快了两个拍子 阿芬 刘芬扭头 又一脸柔情 道 你先等等哈 我和他说完 转过头 对季亚又换上了另一种表情 你把自己儿子当小狗 想丢掉就丢掉 你要是真能说服江源他改姓 我和洪恩都愿意对那孩子好 那江源以后就不归你管了 你少在他面前摆亲妈的谱 我没觉得他还需要长辈养 听说他一直都在做兼职 但他要是需要我们养 我和洪恩也养得起 记住 是你先不要这孩子的 你把这话说出口的时候 就不配当母亲了 你想拿儿子换好处 就算洪恩同意 我也绝不会答应 欠债还钱天金地益 你欠银行的钱 你凭啥不还 做生意输了 你是不是输不起 汤洪恩就没见过刘芬这么凶 姬亚也没见过 这个农村女人 以前畏畏缩缩的 现在真是飞上了枝头 老麻雀摇身一变 真以为自己是只凤凰了吗 敢这样和他说话 你算了什么东西 那是我和汤洪恩的儿子 只有我有资格和他商量 就算你不同意 也没你说话的份 汤洪恩轻轻揽着刘芬肩头 道 他是我的妻子 他就算说错了 我也会维护他 何况他说得很对 姬亚 你都当了多少年公主了 只长岁数不长见识 你今天这说法 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你就是这种人 你不会想到江源 听见这话会不会伤心 你要的是自己痛快 汤洪恩 你不要废话 难道你不想要江源 道貌岸然 让人看见就讨厌 季亚不屑 要不是为了保住Elegance 他根本不会来见汤洪恩 汤洪恩都被他气笑了 季亚 你还没搞懂一件事 我汤洪恩的儿子 不管他姓什么 不管他是不是和我住在一起 他都是我儿子 我曾竭力想弥补那些年 没能照顾他的缺失 你曾经照顾他 但你如今要把和他的母子感情都折腾干净 说真的 我还挺感激你这么做 我今天真的不应该下来见你 我为江源感到难过 像你这样自私的人 真不应该过得太好 你做不好生意 就应该愿赌服输 谁做生意都可能失败 怎么轮到你这里了 所有人都必须齐心保住你成功 我现在告诉你 你失败已经是定局了 这里 汤洪恩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有季亚在的地方 空气都是污浊的 汤洪恩也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对前妻如此绝情 可真是被季亚一步步逼的 他就想彼此互不干扰 做个陌生人 季亚却一定要和他做仇人 把亲儿子拿出来当交换的筹码 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你不同意吗 你为什么不同意 明明你向银行打个招呼 就能做到的事 你嘴里说欠着江源 却不肯为他付出一点 你们骂我不配当母亲 那你又配当一个父亲吗 汤洪恩 你站住 你不要逃避我的问题 你走了也没用 我今晚会一直守在这里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无情无义的真面目 季亚追上去 汤洪恩反手把门位是锁了 老黄 你去找派出所的同志过来一趟 先把他带去所里 再通知他的家属到派出所 如果脑子有毛病 该送医院就送医院 积极配合治疗 不要随便放出来 我觉得他精神不正常 可能随时都会威胁到老百姓的人身安全 汤洪恩就是外表斯文 性格非常有决断 既然下了决心要做的事 他就不再迟疑了 季亚疯狂拍门也好 骂他也罢 汤洪恩都拉着刘芬上了楼 会不会对你影响不好呀 阿芬 这件事不管怎么处理都会有影响 那就快刀斩乱马 不要让季亚觉得还有希望 他必须意识到一点 他不能再用江源威胁我了 这是季亚摆饰不爽的法宝 这么多年来 就是看在儿子的份上 汤洪恩才一再退让 结果呢 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那江源要是知道了 你都说了 他是个成年人 也该学会明辨是非 不管他怎么选择 会不会怨我 我都要接受这个结果 阿芬 人生不如意的是十有八九 这和我是谁 我有什么样的职务无关 我能做的 就是好好尽力 不留遗憾 他当然愿意继续对儿子 季江源付出 但最终 季江源愿不愿意亲近他 汤洪恩也决定不了 谁的生活都不该无限 对其他人奉献 他想亲近儿子 却也有自己的生活要兼顾 怎么能被前妻要挟 不要说季亚的所求毫无道理 就算有道理 那也不是他该管的 他要是去管了 把阿芬置于何地 夏小兰听了之后 目瞪口呆 汤叔 你让老黄把他送派出所了 季亚那性格 他能把派出所先翻天吧 可怜基层派出所的同志了 夏小兰觉得 一般公安是震不住季亚的 周成把外套穿上 道 我去看看吧 汤洪恩本来想说 匿书会过去处理 可周成要跑一趟 他心疼别让儿子干啥 就让他去呗 哪知自家水灵的白菜不争气 夏小兰马上也把携换了 汤叔 你和我妈先休息吧 别等我俩 我和周成去看看 书令一会儿季江源也要过来 得有人给他说说情况吧 让老汤去说 多伤人啊 难道对季江源说 你妈准备把你卖调换利益 你爸一口给拒绝了 夏小兰觉得老汤和阿芬同志拒绝的好 真要是答应了 那不就和季亚一样了吗 这交易对季江源毫无尊重 就不该被执行 小兰 你要是看见江源那孩子了 你俩是同学 你和他好好讲 哎 妈我知道了 您早点休息 别多想了 不多想不可能的 刘芬心里藏不住事 夏小兰和周成一下楼 他就拉着汤洪温 他不是要抱怨 他是心疼老汤呢 你刚才气坏了吧 他说那话太气人了 在家里待得很舒适 下着雨下楼一趟 汤洪温的手脚和脖子都凉 但他一颗心是暖的 谁说中年男人就没有真心了 只剩下一阴狗狗 中年男人也有心 只是遇到的事情太多 把心埋了起来 藏得深而已 到了汤洪温这个年纪的中年男人 大多尚有老下有小 要照顾家庭 还要承担事业上的压力 他们看起来无所不能 成熟又稳重 还有岁月富裕的睿智 是家庭中的顶梁柱 那谁又来关心这些顶梁柱了 他们也需要被关怀 也需要被保护 汤洪温抓起刘芬的手 放在鼻子下 不知是想嗅味道 还是想亲一亲 这是无意识的动作 是发自内心的亲意 阿芬 我发现自己好像又恋爱了 你刚才挡在我面前 你气势汹汹骂了记呀 我这里呀 一直在砰砰跳 跳得好快 他拉着刘芬的手 放在胸口上 让他去感受自己的心跳 那一瞬间 我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有强劲的体魄 有充沛的精力 我精神异异 特别想去田野上奔跑 我年轻时候在基层工作 春天时从田野上走过 和苗青青 田梗上开满野花 我想跑就能跑 他不仅能跑 他还能拽着自己喜欢的姑娘奔跑 年轻时候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可能没钱也没权 但那种属于年轻人的活力 到了这年纪 反而是千金难换的奢侈品 这告白太突然了 刘芬愣得不知道该说啥了 能说啥呀 两人都结婚一年多了 这人忽然告诉他 又恋爱了 刘芬觉得 这时候说啥都不对 他没有多高深的文化 也没有多好的家事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 做事凭本心 谁对他好 他就加倍对谁好 遇到坏人时 这样的性格是包子 难免被欺负 遇到好人时 会让人如获至宝 权势和财富 能换到很多东西 唯有真心这东西 就得拿真心换 一个人给了你真心 你却不珍惜 人生在世几十年 哪有那么好的命 再遇到第二次啊 汤洪恩现在就这感受 刘芬吗 不会像汤洪恩一样 把话说得像念诗 但汤洪恩这番表白 还是让他脸颊发红 他听懂了 他没有了最初 被大领导垂青的惶恐 他们已经成了夫妻 老汤这意思是 更喜欢他了 那他 那他也要多喜欢老汤一点呀 爱情 多巴胺的分泌 他让人们感觉欢愉 令人上瘾 他神奇的笑力 甚至能让一个中年男人 焕发心声 人们受他的影响 会做出许多有为原则的事 会妥协 会迁就 会包容 他会让一个富有的美国男人 抛弃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跑到他觉得落后又愚昧的华国来生活 这种付出 真的是真爱 派出所把电话打到南海酒店 乔治又被自己的真爱狠狠击了一圈 爱情是把双刃剑 他能带给人多大的欢愉 反过来就能带给人多大的痛苦 中年男人无坚不摧 浑身都披着坚硬铠甲 能伤害他们的 也只有他们深爱的人了 最痛苦的 莫过于要承认 他爱的人却不爱他这个事实 不管他付出再多 时间 金钱和各种照顾 不爱就是不爱 演得再好 假的也变不成真的 何况 被批爱的女人总是有恃无恐 连演戏都是敷衍的 哪怕他想自欺欺人 也要对方肯配合呀 我要出去一趟 威尔逊夫人看儿子的脸色灰败 也猜到了几分 问到 是他出了什么事吧 他 总之他人在警察局 我是他的丈夫 警局要求我过去一趟 威尔逊夫人穿上大衣 走吧 我陪你去 家人是什么 家人就是相互陪伴 我的孩子 我认为你现在很需要我 夏小兰猜得没错 纪亚根本不把基层派出所放在眼里 纪亚什么没见过 公安问话 他不仅不配合 还反过来质问公安 他触犯了哪条法律法规 我还不能见市长了 同志 你当然能见市长 任何人有这个诉求 都能见市长 可就算是上访的 那也只会去市政府 谁会跑到市长家门口堵人 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没错 却不是谁的奴隶 24小时超长在线等候命令 要有公事就去市政府找人 要为私事 深夜堵门的行为也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真要是一个疯婆子在门口不走 又喊又叫的 谁不怕 总不能因为是市长 就要默默承受这一切吧 那样的话 对市长又谈何公平 把基雅送过来的人说了 这女同志好看的外表是假的 实际上行迹失常 壮似疯狂 嘴里嚷嚷着要把孩子送给汤市长 我的天啊 那是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鸡鸦家琴 说送人就送人吗 是真的脑子有毛病 干的事不像正常人 老黄有意说一 他烦透了基雅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同志 也不知道是文疯子还是武疯子 要是武疯子 按照汤市长的指示 是要关起来治疗的 往精神病医院送嘛 这就比较麻烦了 需要征求家属的同意 有的家属也是汇集技衣 认为家里出了个精神病 别人会笑话 不肯积极送医治疗 对其他人民群众造成的安全隐患太大了 没过一会儿 汤洪恩的秘书匆匆赶来 以前的彭秘书走后 新调来的秘书兴赖 年轻人也不是不机灵 资历什么的都没得挑 要不也轮不到他给汤洪恩当秘书 就是有一点 不如彭秘书稳重 着急想要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 袁翰在外面说自己是汤市长亲戚 赖秘书急坏了 这人一着急 就容易办错事 只想着帮领导排忧解难 选的方法却不太好 说话还有点敲打夏小兰的意思 他也不想想 就算夏小兰不是老汤的妓女 认识老汤的时间也挺长 反过来赖秘书才是新来的 和老汤能有多深的情分 司机小王都明白的是 赖秘书却办错了 反正那件事后 老汤虽然没有立刻把他调走 态度却更公实公办 一个很和气的领导 忽然改变了态度 赖秘书当然有所察觉啊 他都急死了 好在年轻人没啥到底 自己不懂 就去请教前任 以前的彭秘还在下面区里任职 赖秘书再三上门请教 彭秘才透露点口风 别多想 好好跟着领导做事 领导喜欢有能力 没撕心的秘书 赖秘书把没撕心三的字品位半天 汗湿后背 机灵过了头 领导觉得他太滑 真是要命的印象啊 领导要是这样想他 那就肯定不会把他再当成心腹培养 遇到合适的机会 就把他调走了也说不定 赖秘书内心受着煎熬 从此以后倒是兢兢业业 再也不敢耍小心思了 接到消息 赖秘书一赶来 就发现问题好棘手 上次是领导的妓女 派出所里的这位 是领导的前妻 拦着老黄 让人家把经过讲了 一个细节都不许漏掉 特别是汤市长把这女人锁在门卫事后说的话 一个字都不能漏 知道吗 门卫也上火 哪有那么好的记忆 能过目不忘啊 有那本事 他还当啥门卫 不过关键地方还能记住 和赖秘书讲了 赖秘书默不作声地听着 我知道了 辛苦辛苦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也不好耽误你们工作 老黄和其他人 就像后面有狗在你一样 跑得飞快 要处理这事 涉及汤市长的家事 还是少听点好 赖秘书在夏小兰身上跌过跟头 对谁都非常谦逊 可能心里不是那么想的 但表现出来的礼貌 让人挑不出错来 公安同志 您看 这位纪亚同志 今晚的行为是真的不妥 他今晚能硬闯市政府家属院 明天就能去闹市政府 你们说对不对 对呀 做事肆无忌惮的人 就是这点让人心烦 所有人都要讲规则 他自己一个人不遵守 就像个不定时炸弹 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炸 也不知道他选择在哪里炸 我们已经通知家属了 等家属来了 我们会请家属配合 送他去精神病医院 住上一段时间 只是拘留还不行 拘留的话 家属会闹 闹来闹去 这事还是给汤市长抹黑 汤市长也真是倒霉啊 简直是无妄之灾 进精神病医院最好 那里管理严格 比拘留更好 赖秘书皱眉 是这样的 据我了解 这位季同志的丈夫是美国人 要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救治 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 哦 嫁个外国人啊 难怪这么嚣张 外国人也是有毛病 那么多女人不娶 非得要精神病 为了外宾的人身安全考虑 还非得送去治疗一段时间了 派出所的公安 打起了12分的精神 夏小兰和周成就是这时候到的 赖秘书大不过来 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领导有什么新知识 没有 汤叔已经休息了 我和周成来这边看看情况 通知他的家人了吗 夏小兰的话 让赖秘书心里有底 领导都休息了 那就是真不在意怎么处理妓呀 派出所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妓女士家人 他们应该再来的路上 季江源会不会来 夏小兰也不知道 暂时等着呗 周成认为 他不适合在派出所里面等 一会儿季雅那边的人来了 容易激化矛盾 他们自己的矛盾 你干嘛要掺和在里面吸引火力 有你在 人家的枪口一致对外 炮火都落在你身上 说完 周成就把夏小兰带回车里 派出所院子里黑灯瞎火的 别人也看不见车里的人 他却能看见季雅这边的状况 怕季雅继续失控 有两个公安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季雅现在倒是没闹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一会儿蜂魔 一会儿正常 更不好判断 他是文蜂子 还是武蜂子了 夏小兰就在车里看着 一辆车子停在派出所门口 乔治和威尔逊夫人 一前一后下来 还带着个翻译 季江源居然真的没来 我已经好想想想想想想想看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ambulant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